原来人民留一半,不是只有一半的人能存活下来,那是指什么? 新丑年的皇帝帝母经如下,太岁新丑年,疾病烧三分,五月桑马好,金竹米卖针,春夏军干鱼,秋冬得十分,桑叶树头秀,残孤自欢欣,人民见苏西,六处杖寻寻,新丑牛为首,高低甚可怜,人民留一半,快活好桑田。 新丑年的经文看起来还不错,先是说道,疾病烧纷纷,一指庚子年的疫病惨况,会稍稍缓解,其后说道桑马,义脉的烧成都不错,春夏两季的雨水充足,到了秋冬自然也有好收护,人民也能逐渐或慢慢恢复,只是动物性的疾病还会持续一阵子。 但最后四句看起来就有点惊悚了,尤其是人民留一半,似乎在暗示人口会大规模的减少,房间也有许多人都多次解释,但若仔细研读,就会发现一些端倪。 在讲解时要先将地母经分为两部分,前十句是经文的正文,后四句,则是以地母的角度述说这一年的总结。 首先要理解的是,新丑年地母经的整体氛围是不错的,仅有人民留一半这一句的话风稍稍不对,毕竟前面已经提到,疾病稍纷纷,人民见苏熙,最后一句也提到,快活好桑田,怎么看都不会觉得这一年的地母经在暗示不好的事。 要解读,人民留一半的重点就在无,要先了解到底是什么,会留一半,将六十守皇帝帝母经都看过一次后,就能找出答案。 会在皇帝帝母经里,用到留这个动词,都是指农作收成,以及溜出牲口的繁殖,所以,人民留一半,在这里指的是,百姓能够留下一半的农作鱼牲口的祸益,而不是只有一半的人能存活下来。 在六十守帝母经里,退伍人民的死亡,是用组,死两个字来描写,更何况前半段的经文里有一句,人民见苏熙,代表因为刚死年的灾难,忙了一段时间的人民,可以在新丑年逐渐恢复。 如果人民留一半,指的是会死一半人,那这首经文就前后矛盾,根本不需要解释,新冠肺炎疫情的确定,造成全球的动荡不安。 但皇帝帝母经,本来就是当作参考,不可能完全准确。 虽然有一定的经验法则在里面,但若完全相信而受到惊鹤,那就是本末倒置了。 大家觉得呢?